- 全國的投票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左兄的呼籲 那我們先看看今天台股大盤表現 今天台股大盤形成要亮縮的一個 延續這個反彈 那到今天收盤收盤一個73點 那當然的話講到今天這個大盤 大盤的一個掌聲 連續第二天這個反彈 我們就不妨要跟各位強調到 包括我們在前天 前天這個台股大盤 重挫達到140幾點 那相對於就是說 你在前天 前天拉回到這個 最低點來到10799 那也碰觸到 這個區間 就是說在最近這一個月的時間 激起呼呼這個盤 都是全面性 在這個10800點 到這個11000點的一個區間 再做一個區間的一個整理盤 那有這個拉回 尤其說在以前天大跌個141點 那我們也告訴各位 拉回是好事 那當然的話 你要趁這個壓回 回測到這個支撐 反而為一個很不錯的一個買進點 那果不其然就是說 包括在昨天 昨天這個盤 反彈的53點 那延續到今天又是 實際性做一個反彈 反彈77點 那我們在前天 當這張這樣子壓回 我們就很清楚告訴各位 拉回支撐區 緩為買點 緩為買點 是各位 反而是你的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鎖定接入買點 那畢竟我想 在今天這個大盤 今天收漲一個77點 等於是說 今天 6條均線 包括 昨天這個反彈53點 昨天把這個包裝月線季線 去做到收穫 那延續到今天 就是說最上面的這個包裝 5日均線 10日均線 也在今天 去做到一趟全面性的一個收穫 等於是說 現階段 6條均線 全部都已經收穫 那尤其說 收穫不打緊 針對他的一個趨勢方向 這6條均線 目前 趨勢全面性都是往上 那往上 均線往上 都會有一個叫 助長的一個力道 助長的力道 所以說 以到目前為止 這個台湖大盤 多頭的一個架構 多頭架構 還沒有去做改變 那還沒有改變當的話 這個多頭盤的標準操作動作叫什麼 拉回找買點 就如同前天這個壓回 各位你要去做到 拉回找買點的一個態勢一般 那問題說我想在近期 外資 尤其說這三大阪外資的部分 一路是站在賣方 一路站在賣方 那一路站在賣方 我想這個指數要大漲 相對來講難度比較高 那配合的就是說 以在目前這個接軟點 就是說前波的一個密集套牢區 大概在1萬1千點 1萬1千點 就是這個上下來講 就是一個前波這個密集套牢區 那密集套牢區 當然的話 把人 站在一個賣方 相對應 就是說你要去做到一趟 立即的這個突破這個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說到後天 到下個禮拜 我想這個盤 依然都還是處在一個叫區間盤 區間盤 再做個磁性一個整理 那除非他能夠溫和磁性 補出這個量能 補出這個攻擊量 把這一段這個套腦賣壓 做得讓化解 不然的話 這個盤 依然我們還是很清楚跟各位做強調 虛間整理盤 選股為重 選股為重 買對主流 我想這個才是各位 你在這個階段點最大最大的一個操作面 要去留意著這個重點 那至於在就是說在這個階段點 區間盤你要去找對主流 那當然的話我想 從上個禮拜以來 整個市場 全面性聚焦的這個重點 當然的話是落在兩個族群 第一個叫做MOSFIT 第二個叫做所謂的矽晶岩 那畢竟我想包括就是說 在更之前的像被動岩件 矽晶岩MOSFIT 這些相關概念個股 在最近這一段期間 也累積 一段很大的一個漲升的弧度 那漲幅以大 當然的話 獲利賣壓就是做到這樣有限 所以說對張海系 主要延續到今天 相關不管是說矽晶岩 不管是說MOSFIT的一些概念個股 這個高檔 震盪的一個弧度 都做到這樣加劇 震盪已經開始進行加劇 那震盪加劇 尤其是說股票市場 相關一些個股 一些主流個股 他都在形成強勢輪動 那強勢輪動 既然就是說 包括MOSFIT 包括矽晶岩這個族行個股 他已經累積一大段的漲 這個當下 那樣的話 就有一個策略面的重點 我們當然的話 還是希望各位 漲多的一些個股 你可以去留意這個賣點 把獲利 有買有賣這個才是真正獲利 獲利做到它實現之後 收回資金 再往新的這個輪動個股 來做到它移動 那你不把這些個股賣掉 你哪來新的資金 往新的個股來做個轉進 買進 一檔標股轉輪 再接下一檔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這個接安點 尤其從昨天開始 我們在昨天陸陸續續針對 包括像MOSFIT 包括像矽晶岩的一些個股 去做到上陸續的一個貨率出場 那貨率出場之後 我們在從昨天 在節目當中 有特別請各位去密切留意三個族群 那這三個族群 包括第一個叫電動車 那電動車尤其是聚焦在一個叫做二極體 這個整流二極體的 這些相關概念個股 那另外第二個族群是所謂的生計 第三個族群是所謂的5G 所以說目前這個接安點 你可以來密切 針對這個一樣具有這個體財性 尤其說 這些相關個股 股價也經過一段時間的一個修正整理 那整理完之後 現階段剛剛好 底部放量做個起工 所以目前這個掛斷 我想還是請各位 可以將你已經獲利 已經收回了一些資金 再慢慢往這些所謂的叫 接棒形態的一些族群個股 來做個移動 那為什麼我們會跟各位去鎖定 這些族群 尤其說像大盤部分其實在 今天這個短多的買進需要又已經產生 那產生當然的話 我們在現階段多頭盤 一路都是做多不便 拉回請各位切記 拉回就是早買一點 拉回就是早買一點 這是多頭盤 你一定要去做的一個遵循的一個 標準的一個操作動作 那為什麼我們鎖定這三個族群 包括像這個 像5G的部分 像字翼 字翼我想這個 這個根據訊號去執行動作 這個都買進去要產生 這個都波斷 那等於是說 今天字翼也是做到 讓亮燈強光漲停 甚至說包括像這個 3234的像光環 光環今天漲停 這個買點都很少都無限 這個華興科的部分一樣 今天也是做到讓 強所漲停 那尤其他短線的買進需要 又做個無限 那當話 相關這些5G的一些個股 這個股價在以往都已經經過一段時間的 修正整理 整理完之後 正式在做個放量的一個起光 我想這個 你都可以來做到 他們密切留意 他的一個買進點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 整流二集體的部分 除了我們在昨天跟各位分享 昨天 我們在昨天就說 賣掉MOSFIT 賣掉矽星岩的相關個股以後 就特別在昨天早上這個9點17分 針對一樣是這個 電動車的相關二集體的一檔 2434 這個強帽 2474 這檔標的 統帽我們去做到那種切入 那統帽我想就是說 在昨天 9點17分做個待進 後續經過半個小時之後 馬上亮燈鎖漲停 延續在今天盤中一樣在工漲停 那相對來說 除了像統帽 那樣包括像這個248的 這像強帽一樣 都是在最近這幾天 買點波段的買進需要做的產生 5425的這個台辦 一樣在昨天這個買進 波段的買進需要都做到產生 這是比較整級隊伍的 相關這個二集體的一些概念個股 也值得各位來密切留意 他的一個叫停頓的一個買進點 那要包括像這個 以最近這段期間生計族群個股 以往已經沉澱一段好長一段時間 那講在最近像陸陸續續一些 包括像他的一個新要龍頭 像這個浩鼎 浩鼎昨天攻漲停 今天開盤還是做漲停 那收盤大概漲了一個6%多 我想這個都已經在做個表態 那甚至這個波段 生計個股會做個領動 我想一向是落在這檔 生計新料這個 6497的亞斯康這檔個股 因為亞斯康 他除了在台股做上市上櫃以外 在美國他都有開發行這個ADR 那尤其在昨天 昨天以亞斯康 在美國的這個他的一個 這個ADR的一個漲幅 昨天一天一天就漲了34% 一天去4% 他本來也連動 亞斯康這檔這檔標題 我想再近期 形成一個連續性的一個搶攻 連續性連續4天的一個收盒 我想這樣相關的一些值得各位 只要我們買點信用 產生的一些生計個股 一樣滿值得各位 來做一個聚焦的一個鎖定 那畢竟我想在這個階段點就是說 我們在今天這個盤中 零收盤之前都還有特別針對 相關工業4.0的這兩檔標題 包括像這個1597的像值得 值得在今天 今天盤中短多的一個買進訊號作為產生 173塊錢 收盤收益175塊 這是值得 包括像2409的這個上癮 上癮一樣 精力整理好長一段時間 在今天 短多的一個買進訊號 在438塊半 438塊 短多訊號又做產生 我想這個我們在這個盤中Lite 都給各位做到直接分享 那當然這些 即將要做個接棒演出的這個相關個股 也一樣滿值得各位 來做這個聚焦的鎖定操作 當然 像我們邦哥去鎖定這些族行個股 當然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昨天 陸陸續續賣掉MOSFIT 像大宗尼克森 矽晶炎 包括像漢磊 像這個佳晶 以後 那我們在昨天是9點17分 這檔一樣電動車二集體的一檔個股 2434的銅帽 銅帽在昨天 短多買進訊號產生 在15塊錢 那我以這檔標的 帶進去之後 過了半個小時 過半小時了 馬上亮燈牆收漲停 這是我們會員的訊息 我們都在我們Lite當中 直接跟各位做到這樣分享 那我想以統帽昨天 昨天收漲停 那延續到今天 今天一樣 今天一樣 今天盤中一度 他現在高點來到這個18.55元 今天連續性 今天盤中再攻漲停 盤中再攻漲停 那等於是說 短線上也是 連續三天的一個搶攻 在今天盤中有做個比較大 激烈的一個震盪 那到他收盤 今天收盤 收盤的漲了4.4% 收漲一個 收漲一個0.75元 那相對我想以 以統帽這檔標的 華老師我們在今天依然 去做到這樣續報 當天現買現賺漲停 今天一樣 差一檔 就做做 賺 就攻漲 你們今天是盤中攻漲停 收盤 有收收回來 收漲一個4.4% 那當然的話 我們依然去做到這樣續報 這是針對統帽的部分 標股 賺完一檔 再接一檔 全面信我們都是 根據訊號來執行 該做的這個動作 買點在主任產生 當天現買現賺漲停 延續到今天 又是盤中 又是再度 再度亮燈攻漲停 這是統帽 整流二極體的一檔個股 那另外包括像生技的 這個相關租金個股 我想我們在上個禮拜 第二禮拜 就是說 以他那個 波段買進訊號 產生的一檔個股 這1786的這個科研 一樣 你買在這種叫做 轉折的這個起張點 波段買點做弧線 你要去做讓他勇敢買進 勇敢買進 那他的波段買點在這個65塊半 85元 延續到昨天 昨天 昨天他是亮燈強縮漲停 就是這個科研部分 昨天漲停 股價在昨天 來到這個73塊半 43元 延續到今天的科研 今天是 差一檔 差一檔就要來講漲停 今天他盤中還漲的9%多 差一檔漲停 到他收盤 收漲個7.2% 今天一天去多少 一天漲的 5塊3元 去5塊3元 那當然我想以科研的部分 我們依然 還是做到上 續爆 續賺的一個態勢 所以我想 目前這個禮拜 就是說 從我們在上個禮拜 尤其我們透過這個 我們這個智慧型 這個操盤軟體的協助 幫助各位 找標股不求人 尤其說一件搞定 我想這些訊號都是清清楚楚 短多標的 我想每一天 一檔兩檔 我想檔數都不多 那就是說透過我們這套 軟體的一個協助 不僅僅幫各位 精確的一個選股 精確選股 那後續當然的話 我想這每天挑出來 個股都不多了 那包括就是說 再從上個禮拜以來 包括在 在禮拜五產生的這個 快打短多標定 像3707 這漢磊 從他買點做弧線 漢磊在禮拜五 當天 線所漲停 禮拜五所漲停 這個禮拜禮拜一再漲停 禮拜二 一樣即興第三天攻漲停 到禮拜三 連續四天 全面性連續四天攻漲停 那一樣我們在昨天 昨天一樣 趁他形成一較柱狀的一個 多頭力道的一個衰竭 多頭力道做個衰竭 那等於說 短線上已經累積 5天 快接近5成的一個價差 那當然的話 我們在昨天也在潘中 也跟各位做到直接分享 我們陸陸續續 針對這些 相關的一些細心人 一些族群個股 來做出脫的一個動作 那漢磊是如此 3016他的一下子公司 就是說 加金的部分 從他買點在58.6元 一樣上個禮拜禮拜五 事先分享 我們事後再來做到 全面性驗證 一樣 加金當天說漲停 這個禮拜禮拜一還是漲停 禮拜二 盤中還是這樣再說漲停 受不了壓回來 到禮拜 禮拜三 禮拜三一樣 實際性大漲個7.7% 那一樣延續到昨天 昨天一樣 他也形成這個柱狀 多頭力道 形成背禮 背禮之後的一個 極速的一個縮減 那一樣 實現這個獲利的動作 一個禮拜 又累積這個35.5%的一個獲利的價差 所以說 細經驗的部分 我想大概短短一個禮拜 也拉開 30幾%到40幾%的一個獲利價差 先獲利做落袋 那另外包括像MOSFIT 我想這些高級 我們全面性 一鍵搞定 你安心去之後 在上個禮拜 禮拜四 5月24號 短多標的就是這幾檔 包括像MOSFIT 像大宗 像尼克森 尤其 針對這個族群 我們在禮拜四一樣 事先分享 9.20分 我們就事先針對 這兩個族群個股 就MOSFIT的族群個股 事先給各位做大量分享 那各位你再來做一張驗證 大宗 當天 禮拜 上個禮拜 禮拜四是 現買現賺漲停 延續到目前為止 天天漲天天漲 我想以大宗 到昨天 昨天我們在9.06分 9.06分 全面性 做大量粗清 一樣 一個禮拜 34.3%的一個獲利價差 做大量獲利弱袋 標股 一擋賺 我們再往新的個股來做移動 那尼克森的部分一樣 從他上個禮拜四 買點在36.6元產生的後續 我們一樣在盤錢就掛盡 當天現買現賺漲停 延續到今天 尼克森 到昨天 昨天一樣9.06分 9.06分 各位你都可以去對死對價 當時成交的價位 大概在50.2元 50.2元 後續都還有更高 最高到50.7元 等於說 我們就說 趁他做個急拉 先來做到實現這個獲利 第三趟的一個背離 指標背離 柱狀做收減 等於說 以尼克森來講 一樣短短 一個禮拜 35.6%的一個獲利下差 來做到實現這個獲利 有買有賣 這個強度要真正的獲利 所以這段時間 不管是說 透過我們這個軟體的協助 從禮拜四找出的這個 快打短投標的 像大中 像尼克森 禮拜五 上禮拜五 找出來的 像漢磊 像這個 像佳晶 我想 這些標的 再短短一個禮拜 都幫我們投資朋友們創造多少 30幾%到40幾% 漢磊快接近到5成的一個價差 那當然的話 在昨天 也陸續 來做一段獲利落貸 那獲利落貸等於是說 標股就說 一檔賺了 我們再結一檔 包括昨天又轉進到 包括像這個2434的像這個統帽 昨天漲停 今天七夕盤中再攻漲停 那這個科研 生技個股科研的部分 昨天漲停 今天差一檔 差一檔就攻漲停 標股是一檔賺了 接著再賺下一檔 講對我們這麼有效的一個軟體 能夠協助各位做什麼 第一個叫做精確選股 第二個就是說 針對這些選出來這種標的 買點訊號清清楚楚 買進 買點出來你做買進 賣點產生你去執行賣了一個動作 全面性根據訊號來執行各位 你該做這個動作 那各位你要取得這套軟體 你如果就做個取得 當然的話就是說 賀老師我們在昨天本來是針對我們近期 為了要降低各位的成本的負擔 等於說我們在昨天針對我們這個 加入短天期會員 你就可以直接附贈這套軟體的這個活動 就短天期這128的一個體驗活動 我們在昨天就告一個段落 那等於說因為反應相相熱烈 那等於郭老師我們在今天 有情商公司 我們在特別在開放20個名額 那20個名額一樣說到做到20個名額 額滿為止 額滿為止 就絕對不要再 不做再做延長 阿小公你要如何來取得這套 我們這個 最有效率的一套工具 你等要加入我們這個短天期會員 短天期會員的後續就直接 針對這套智慧型茶盤軟體 我們做這個直接的護重護證 那比如說 這一個短天期的這個體驗活動 要多少 只要128 128 但是相關128的這個 這個體驗活動的訊息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是到這個LINE AT 來做直接登記你的資訊 好今天節目告個段落 謝謝各位收看 祝各位假期休假愉快 我們下週見 本公司以往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